老是觉得这个眼睛这儿感觉有气压一样 看什么东西就模模糊糊的 他说因为加拿大那次着火 就是影响了美国的这个空气 所以污染的很严重 就是很多人都有你的这种反应 包括头好像有气压一样 今天是我一年一度的正常的身体体检 你看这一年一年又一年 多快 哎呀不显来美国都13年了 太快了 真是时光飞时啊 今天天气也不好 一直下雨 从早上下到现在 现在下午都一点了 现在还在下 走吧呢 看看我的这个身体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相信一定是No.1 走吧 每次体检都是来这儿 这个医院是生宝宝妞的那个医院 这是它的门诊 刚刚量完体重 量完血压 高压是94 低压是68 他说我的血压稍微有一点点低 但是对于我属于正常 因为我经常都很低 检查出来了 然后呢一切正常 血压心跳 然后呢 体重也没有升 也没有减 还是那样 又对了 又抽了一个血 抽了一个血 然后他说要检查一下 其他的 看有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 然后医生说 看你的状况就知道了 看你的状态就知道了 就是 什么事都没有 对 这个医生 跟了我13年了 从我来美国那一科 一直到现在 13年 所以我身体的大小状况 他都了解的清清楚楚 然后他说 怎么样啊 回来感觉 我说 还沉浸在中国的生活 他说 那肯定啊 毕竟是在那长大的 确实 他说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 不舒服啊 或者不好啊 我说 我最近几天啊 老是觉得这个眼睛这儿啊 就这个鼻子这儿 这个眼睛这儿 感觉有气压一样 看什么东西啊 就模模糊糊的 然后他说 是空气被污染了 我说 怎么回事啊 他说 因为加拿大着火那一次 他说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 我说 我是听过这个新闻有 他说 因为加拿大那次着火 就是影响了 美国的这个空气 所以污染的很严重 他说 最近就是 就是很多人 都有你的这种反应 说 这个眼睛这一块 包括头啊 就是头这一块 都不舒服 好像有气压一样 他说 就是环境遭到污染 他没事 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个条 他说 你去 那个药店 拿 一个星期的药 吃一下 他说 都缓解了 都没事了 不是什么大事 他说 其他都很好 明天等着电话 然后呢 给你这个检查 写的结果 我说好 他说没事 看你状态 就知道没事了 然后他就问 在中国这两个月怎么样啊 我说很好 很开心 然后回来呢 我说 回来没有在中国 那么开心 哎呀 开心 没事 那准备回家吧 回家再跟你们聊 好 等会儿见 回到家了 也接到这个小姑娘 放学了 现在在练习自己的名字呢 你好好写嘛 别着急 等会笔都被你弄坏了 知道吧 慢慢写 她就能写一样 她就写一样 她不敢写一样 OK 对 然后再写一样 好 好 好 还有画的手啊 这是 拜拜 哇 这是啥呀 smiling face smiling face 小笑脸是不是 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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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上面画的笑脸 是吧 我发现妹妹很有画画的天赋 哇 妈妈给你报画画的课吧 画画的课 嗯 你姐姐画画画都很好 这是谁教你的啊乖乖 我自己 你自己想象的呀 你想象力可真丰富 小爱心在中间 小爱心还在中间 哇 哇 这个是画的啥呀乖 等一会儿你去找吧 等一会儿我就知道了 好吧 我是一生都没有画画的天赋 这遗传了谁的记忆呢 他爸爸也不会画画呀好像 传了他姑姑的记忆 大姐画画很好 这个是灯 这个是圆圆的球球 这个你不知道吗 这个是汽车 哦 这个是汽车 我看出来了现在已经 那是 这是他的古路是不是 古路是不是 他的胎儿 胎儿 嗯哼 他的轮胎 妈妈这个是灯 哦那个是灯 你真的很棒啊乖乖 那里还有个小爱心 嗯 这个车是在路上走 下边是路 行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表扬表扬啊乖 继续努力 你好 你好 你干啥了 per something 他爬到冰上就这样去 你可真有本事啊你 啊 可太有本事了吧你 我试试试试试 就是啊 只吃妈妈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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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这干啥啦 我在那习惯了 吃完饭了 敷个面膜 然后等一会儿洗洗 早点休息 忙碌的一天 看到医生 然后回到家又去了超市 救了晚饭 吃了饭收拾完 所以一看表都几点了 九点了 所以说这个女人 除了会有这五家的能力之外 还有一定要让自己变美的能力 赚钱的能力 变美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样样俱备 知道吗 虽然很不容易 作为一个女人 但是呢 我们也要让自己 在一个平凡的生活中 过不平凡的日子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祝你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拜拜 明天见